小恐龙朋友们 三十五 坚果 我打扫了所有的坚果 乐乐说 现在又出现一堆 多多放下了包 我们再打扫吧 他说 朋友们捡起了坚果 他们把坚果扔到了大石头后面 多多去拿他的包 他吓了一跳 我的包不见了 你把包放在哪儿了 莎莎问 多多挠了挠头 我记得 我把它放在这儿了 他说 朋友们找多多的包 兔兔看了看木头下面 乐乐看了看灌木后面 小西 莎莎说 也许你把你的包放在那儿了 大家向小西跑过去 包不在那儿 他们回到原地 哦 我的包 多多说 他捡起了包 怎么这么重 多多说 他看了看里面 是坚果 只要到了 看看 这次 你给我 阮 阮 阮